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i 隔夜中国股市全线大跌 在一个看似底部 政府表达了就是意愿的位置 继续颇位大跌 中概股在美股大盘上涨时保持沉默 在大盘下跌时紧跟大盘 这种跟跌不跟涨的特征 是整个板块不受资金关注的反应 美股里面有一只三倍做空 中国富时五零指数ETF 这几天天天大涨 代码是YANG 他有一只兄弟 代码是YINN 13倍做多中国 这对兄弟一阴一阳 阴的是做多 阳的是做空 正好相反 因为长期以来 中国股票都是地域级难度 特别是2021年以后 股市持续下跌 香港股市也是一样 跌跌不休 做空中国的YANG 阳总是会出现上涨机会 中国崩一下 阳就涨一波 因此散户圈领应该更多的是关注羊 富时中国五零指数的标的主要是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京东 百度 这些公司和美股中概股有一定的重合度 中概股 港股和中国股市都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 也受到国际政治和美元资本流向的影响 中国股市大跌 有一个人站得出来 说全是他的功劳 这人正式参加了2024年总统大选初选阶段的川普 他在爱河华州党内初选取得压倒性胜利 川普在演讲中说 市场担心他入主白宫之后 对中美关系采取强硬态度 川普上台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 推特上面有所谓的专家说 如果川普今年获得选举 将对中国发起全面贸易战 对所有的商品加征关税 禁止对华投资 禁止中国人购买美国资产等等 不过川普讲话现场 说了中国股票大跌是他的功劳时 大家都笑了 川普实施的关税 在拜登任期并没有退出 拜登任期还加入了科技战 禁止高端芯片出口中国 如果川普重新上台 国际贸易上的摩擦和壁垒 将会继续扩大 这首先是重创中国经济 对美国那些严重依赖中国的公司 也将是进退两难的影响 川普如果再次上台 是否成为股市的利空 我认为对中国股市是重大利空 因为2019年贸易战 已经领教过一次 当时A股大跌 双方多次的谈判失败 也成为当时股市下跌的重要因素 对美股则是利好 资本避险回流 工作岗位回流 都对美国经济有利 那么总统选举年 美股会怎么走呢 美国银行的研究表明 总统选举年不管是谁上台 国会是怎么样分布 标普500指数在期间三个月 都是以上涨为主 下跌的情况较少 表现最佳的选举结果 应该是白宫由民主党控制 国会由共和党和民主党分裂 标普三个月平均上涨3.93% 统计上具有显著性 那这种情况就是拜登当总统 国会两党分裂的情况 总统选举对股票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政策 法律和外交关系各方面 形成对股市的影响 而不是直接作用于股市 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和通胀趋势 对市场回报的重要程度 大于选举结果 重大政策变化通常需要 一党横扫白宫和国会 才会对股市有强力影响 一党横扫白宫和国会的情况 对股市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如果是民主党拿下白宫和国会 平均涨2.2% 如果是共和党大胜 则平均上涨2.67% 摩根士丹利研究选举年 股市表现的报告认为 共和党选胜年 标普平均上涨15.3% 民主党选胜的年份 标普平均上涨7.6% 在历史上所有大选年度 标普指数的平均表现 是上涨11.28%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 2016年川普胜选那年 标普上涨12% 假设2024年是川普胜选 那是不是意味着 标普要突破5000点大关了呢 美股投资者真是太爽了 无论谁上台股市都是上涨的 但实际上 股市表现并非选总统决定的 而是其他决定因素 美国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 选举结果对股市的影响 不如经济和通胀影响 经济增长时期 标普回报率是2.99% 经济下行时期 标普回报率1.54% 通胀时期涨1.36% 通缩涨2.7% 那真是经济好 通胀低涨多一点 经济不好 通胀高涨少一点 反正就一个字涨 虽然说2024年 可能股市还是会比较好 但这几天大盘在叙事整理 标普连续出现4个小阴线 并仔细观察 每个小阴线都带有下影线 下影线是当天最低价 和K线实体之间的连线 有下影线就说明 当天探底回升 今年开盘到现在 先是五连阴线 再是四连阳线 再来四连阴 美股标普指数 看似要形成下跌或上涨的突破 其实总的算下来 并没有跌多少 2024年1月2号 标普开盘4745点 今天1月17号 收盘4739点 11个交易日下来 基本上是横盘状态 总共只下跌了6点 纳斯达克指数 本周联收两个小阳线 日K线图上看 没有大跌的基础 这两天纳只收阳线 而标普收阴线 主要原因还是我之前画的一条白色支撑线在其作用 这条白色水平线 参考去年3月底7月中旬两个高点 画的一条水平线 线比较粗 一来是方便大家看得见 二来它确实是一个区间 而不是一个点位 这个位置大概在纳指14500点附近 画支撑线和压力线 我现在的经验啊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点位 如果我们说14500点是支撑线 那少一个点是不是就破位了呢 在实践中 由于量化交易机器人 甚至AI演算法的出现 未来这种精确到一个点的支撑线和压力线 将越来越没用 要站上程序代码 我们就要容忍破位多一点 破位的时间多等一点 让机器人发泄完了再说 然而这也会造成止损太大 对于短线交易者来说 每次止损过大都是很大的成本 因此当技术图形走好时 我选择持有时间长一些 当一次获得高回报之后 那就可以承受很多次的小损失 我们很难每一把都赢 炒股总是有赢有输 那就赢的时候赢多一点 输的时候输少一点 输到破位 特斯拉已经跌破年线三天 我在图上画了两个圈 上一次跌破年线和这一次跌破年线 有没有看起来似曾相识呢 第一天破位 第二三天收阳线 看起来有点不愿意破位 这次和上次的区别在于 这次位置高于上一次 上次既跌破年线 又跌破200块 正好我之前说的 大型明星股往往以破位来杀个回马枪 而不是真的破位 每次破位都有可能变成假突破 卖出之后严重后悔 那么这次同样的破位三天 两个阳线似乎不太愿意破位 但又比10月份的那次破位弱一些 因为破位三天 上次已经摸到年线 这次还没离年线有7块钱的距离 所谓事不过三 在年线下待了三天 即将确立年线破位 成为压力的事实 特斯拉最近产品降价 马斯克又提出要价25%的控制权等风波 短线销芯面有点利空 那么抄不抄底 补不补仓 我认为特斯拉暂时还是区间行情 大的行情没有 半年以来 200是底 250是顶 股价在坐电梯 但仔细看 它不是举行 上轨和下轨都是往下走的 这就构成了一个奇形整理 如果这两条白线有根据 那么极限来说 特斯拉还会再破200 目前公开账户子弹有限 我决定先不下手 接下来回答几个 由观众提出的个股点评 首先是MRVL 当我们输入这只个股代码时 有时会跳出两只股 一只是麦威尔科技 另一只是Maver生物科学 生物科学是一只只有几百万市值的仙股 股价一毛钱 一天成交几千块 流动性极差 我要说的不是它 大家千万别去买仙股 我要讲的是麦威尔科技 市值565亿 这算一只芯片股了 巴克莱银行最近维持了这只股的增持评级 股价走势在去年有一次财报公布 大涨32%之后 进入长期下调过程 然后又奇迹般的起死回生 主要还是底部基本形成 在白色宽宽里 日K线形成底部 只不过突破时用力过猛 突破当天跳涨32% 半导体股票机会比较多 在走势形成突破时 可以考虑继续看涨 另外一个同学问Snow和MSTR Snow基本上存在小盘股共性 就是底部总是起不来 这情况不是一只Snow是这样的 很多小盘股都是上涨没有趋势性 行情夭折很快 涨一波刚一下手又开始大跌了 罗素2000指数也是一样 没有上升趋势 以无趋势震荡为主 股票有上升的股 有下跌的股 也有这种横盘的股 现在市场上这种横盘的 市值在100亿左右的挺多的 我觉得大概率是继续浪费时间 MSTR这只股有购买和持有比特币概念 企业正上涨应该是得益于比特币的上涨 但是比特币ETF炒作结束了 这只股曾经相当辉煌 2020年的时候100多涨到了1300 当时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 小市值股票普遍暴涨的好时候 决定100亿市值股票会不会上涨的因素呢 应该是利率 高利率对成长型企业的打击是巨大的 尽管众说纷纭 我想降期是没那么快的 因此呢 小盘股的春天可能会来的晚一点 以上几只不是推荐股票 百亿级别市值的股票还是要小心操作 容易吃亏啊 接下来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个股 可以把个股代码列在评论区 我会针对大家提出的个股问题 在节目里进行点评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